晚上巴黎发生了连串的枪击爆炸 邪尺事件死亡人数目前是上升到了158人 立刻到现场去看一看 好的 现场看到的是在这个巴黎第11区 夏洪尼路的一个现场画面 那么在这个当地时间13号晚上的巴黎 那多个地区呢是发生了连环枪击爆炸 以及邪尺人质等暴力事件 那么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呢 是至少是发生在7个地区 那么画面上我们看到这个夏洪尼路的 也是在这个附近的一所这个餐馆呢 是发生了这个枪击事件 那么根据目前这个法国官方的说法呢 这个死亡人数是已经上升到了158人 那么其中呢118人呢 是在这个其中这个袭击事件最为伤亡 最为惨重的这个巴塔克兰音乐厅 那么另外在多个地方的这个袭击事件呢 也是造成了至少40人以上的这个遇难 那目前的整个巴黎地区呢 包括整个全国呢 是已经这个进入了紧急状态 那么这也是在1944年纳粹占领巴黎之后呢 这个首次呢再次进入这个这个紧急状态 而法国总统奥朗德呢 直之前呢也是前往了这个 事件最为严重的这个巴塔克兰音乐厅 那么他也是在那里呢发表了讲话 那么目前呢根据这个法新社的报道呢 是警方的说法是呢 已经呢是这个击毙了四名这个参与袭击的嫌疑人 但是呢有可能仍然是有枪手在逃 那么对于这个枪手的身份呢 也没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官方的说法 那么之前呢有媒体引述称呢 其中一名被捕的枪手称呢 自己和其他的三名这个嫌疑人呢 是来自这个叙利亚 称是被这个IS组织的招募 另外呢也有这个媒体引述 这个目击者称呢 在这个巴达克兰的音乐厅内呢 袭击者在开枪前呢 就高呼真主伟大呢 随后扣动这个扳机 那目前可以看到画面上呢 这个巴黎的警方 另外还有这个巴黎的这个军方呢 也是在这个现场的时机 拉起了警戒线呢 整个地区都已经是被戒严 那么另外呢也在进行这个戒备和职守 那么据悉呢 这个巴黎方面呢 至少是派出了1500名的警察呢 进入这个巴黎地区 那么来确保这个袭击事件呢 不会再次的发生 而同时呢 这个巴黎方面呢 包括这个法国呢 也是这个关闭了这个边境 以确保这个可能的 这个嫌犯呢 不会出逃